小贊是秦代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统一文字。 因为在秦代以前,我们都得称谓叫大传。 大家知道了啊,从秦代以前,我们得称谓叫大传。 特别是春秋战国六国真雄的时候,每个国家的得是大传, 但是它只有所有不同的。 所以那个字是不同意的,很多国家。 其实我统一中国以后呢,它统一了文字。 统一了杜杨恒。 OK,今天很常常。 OK,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从小传开始,因为大传是不归一番。 小传基本上的概念,就是我们现在从九宫开始看, 是长方形的。 基本上,好像一样的。 我们写个转子的转子,最早的。 问你们为什么转子,它是竹子头。 大家又问了为什么叫竹子。 为什么这个转子的转是竹子头呢? 因为在,就是孔子那个时代。 有人家说孔子很有学问,说学夫六车,学夫五车。 那么他带着车走,六车五车的书带着走的。 为什么那么多的书。 他这个书,那时候没有纸。 我们那时候古代的书是竹子。 竹子切成一个一个竹片。 那个卷起来,一卷。 人家叫做一卷书,读万卷书。 那时候书是一卷一卷,不是我们现在的一卷一卷。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书是竹简做的。 所以,传书的起头,抬头是竹子。 它不是,不是草字头,也不是其他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传书的起源。 因为当时,这个章子是写在竹简上。 所以,它就称为,传书上面是竹子头。 另外,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看啊。竹子头。 OK,看。 这是两个睡下来的,睡下来的优质。 先跟着我写。 我觉得,这个比较大。 就是,基本上就差不多,差不多是。 就是一个,有三分之二。 正跟着我写。 还有一个,为什么我们学书法都要从,就是传书开始。 你们写的时候有没有感觉。 每一笔都是中锋录笔,笔是中锋录笔。 OK,什么叫中锋? 毛笔的笔锋,毛笔的笔锋,毛笔的笔锋。 这个就叫中锋录笔。 每一笔都是中锋录笔,我们叫中锋录笔。 没有偏锋的,中锋录笔。 所以,在学书法以前,开始学书法, 中锋录笔是最主要的。 所以,你不会从车锋这样写。 一笔是中锋录笔。 这是学书法的基本功的东西。 你从中锋录笔, 落手很容易掌握笔墨,笔到的程度。 然后笔画的粗细, 你只不过就是用的力, 盾的力大一点, 那笔画就粗一点。 你别提起来, 鲁笔用笔尖写, 那个笔画就细一点。 但是就是开头, 因为小转书它很平稳的。 它比如说走向是很稳的, 很稳的, 没有飘的感觉。 所以这是开始学书法的一个基本的, 就是一个训练的东西。 OK, 好, 我们现在中间再加上, 两树。 这个字很有意思的。 这个字假如说, 倒过来就是草, 就是草。 翻过来, 这个字倒过来就是小草。 古代的转字就是草字。 翻过去是竹子, 现在是竹子。 所以还有一个, 就是在我们转课里面, 这个就是很像型的竹子。 但是翻过来它就是草字。 最早的古代的就像, 就像真的像草字一样。 好, 我们现在写一横。 是否有点弯的? 有一点, 所有的转字横, 不是平的, 都是中间有点圆弧朝上。 错了啊, 平的啊, 弯的啊, 刚刚在家没听到。 OK, 好, 现在看啊, OK。 我写大一点, 就是让大家有个感觉的东西。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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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稍微小一点都没有关系。 我主要现在今天, 慢慢的跟他讲一些书法的, 就是他的概念。 要拉长一点, 因为他的长方形。 对, 不要太肥。 。 对, 好。 对, 对, 你回到家里她或者留书了。 好的。 对, 对, 看 看 第一个拿到第一 然后再 再写左边 一二 再写右边 这个是钻书 那个钻子呢? 这个是钻书的钻子 然后 有有有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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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了 我先坐下这个轮子 这话啊 OK 我们刚才讲了一点 比如说刚才你问我一个 比如说 我们先讲这个圆弧 OK 我走圆弧的时候 是笔稍微圆一下 圆一下 OK 走 OK 到收的时候 笔也是往回收一点风 不露尖的 小传有一点开头学 我们说铁线传 或者是 就是很标准的 出戏差不多的传字 但是我们叫 我们叫长头长尾 卡横也是一样的圆 OK 走 OK 收 钻字小传 基本的一点 就是它不露封 没有旗笔 它旗笔是圆 收的时候也是圆 回去 不露封 没有尖 没有封 对 这个是小传 开诗学小传 每个笔画出息是一样 对 它不可以 但是大传里面就不同 大传有盾 下次我们可以再回到大传 然后毛宫领和三十盘 这个写法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就会有这个 还有一个刚才讲的 这个横 一定不是直线 对 有一点圆 乎朝上的 所有的横 所有的横 然后它基本笔画 实际上来讲 在传书里面 没有点 没有撇 没有纳 当时没有的 就是包括树也是 它的树 OK 圆 OK 直接下来 OK 收掉 往上收 基本上来讲 不露头 没有点 出息是一样的 就是你收的时候 回的时候 比要稍微提一点点 不可以有这种大致 不可以最后收的时候 有一个大致 那是不对的 齐笔有一个大致 也是不对的 齐笔跟收笔 基本很匀的 所以我们在写传子的时候 书法里面 这个是很relax 很静的感觉 好像我们柯英章 柯英章也是一刀过的 是很稳的感觉 所以书法开头是 这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 好像一样的 这个里面的撇 OK 所谓的撇 也是一样的 圆 走 OK 到时候收掉 那也是一样的 OK 往外走 收掉 但是你们有时候会看 比如说 看到 无常书写的十五文 实际上是属于大传一类的 它最后是伞通的 收笔的时候 笔有点酷的 这是十五文的写法 但小传 基本上都是墨色饱满 每一笔都是起头圆 我们叫长头长尾 它没有的 没有说一个头大 一个头小 笔划基本出息是一样 这是传书的特别 那样很有意思了 我们现在 比如说 OK 它有时候比如说 OK 哪怕写S型也是一样的 写S型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长头朝尾 也是长头朝尾 所以在很多的 写的时候 你们看这个 实际上 你们要注意一点 在写 比如说写 写弧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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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什么东西在发力呢 你的手腕在动 手腕在动 小的部位 到手腕在动 大的部位 连手臂 连肩膀一起都 对 所以要不然 你这个圆弧 这个弹性的字 写不出来 你就仿彼格的 那么横竖 那样写到 字就很僵硬 所以 大家就这个概念 比如说 不管是短横 还是长的横 一定是 有一点点弧度的 一点 一定是 有一点弧度的 不是直线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 传织有个特点 基本是四平八稳 两边 基本是这一车 他不会一边 特别是后来 但是有一些名家 名书法家 古代的书名书法家 到后来 他写的多了以后 他会形成一种 自己的风格 可能有一点点 比如说左边 或者右边比较大 这个是后来 但是开始学的时候 基本上每个字 两边基本上是 比较匀正 这也是我们 学科音章的人 为什么 一定要学 钻输入的时候 才能科音章 假如你连钻子 但是不威胁 那就谈不上一车课 只是一个课 课 好 第一个讲 我们讲的 一个是小转的历史 小转是从秦代开始 从秦代 秦世王开始 那时候我唱的叫小转 对 秦代秦世王以前 得了统称为古转 或者是大转 包括我们讲的经文 秦代秦世王的秦 秦代秦 秦世王的秦 对秦 对秦 对了 这个讲得出 你学书法 你一定要制造一点点历史 要不然的话 秦后面实际是汉 我们现在讲了一个 历书 从汉代开始 所以也称为叫汉历 也叫汉地 奴地的地 很有意思 这个字有两种动法 一种是地 一种是历 得没有错 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现在 普通的学书法 奴隶的历字 也可以在这里边 也可以读一些地 我们现在所有的 去看书法的资料 它历书从汉代开始 从西汉开始 也称为叫汉历 它跟历书 跟传书有一个不同 有一个传承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历书 OK 历书 我们先写个历书的横 也是先圆一下 跟传书是一样的 由源头 源头 彼是涅事针走 回来中锋 平走 按下去 往上走 这个叫历尾 这个历 不是历子的历 是大历的历 大历不历 我连讲博语都不懂 大历 不一个大历 大历就是实际上 就是我们现在广东烧鹅 就是野鹅 不是鸭子 是鹅 对 鹅的祖先 实际上我们现在吃的这个 养的家鹅 从大历养化 驯化过来 变成现在的鹅 对 原来它的祖先就是大历 但是这个大历现在还存在 这个是历书 历书 历书 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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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写给你 写个大历给你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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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个天位 看 看 听到我写 OK 对 对 我大历 打网了 打网了 打网上 几个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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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方的字,它不是一個鄧方的字,哎呀。 剛才講的,就是齊比,它有一個稱呼,那個還蠶包包的蠶字。 蠶頭,燕眉,那個蠶,蠶包包的蠶字。 中國人很有意思的。現在看,就考古學家,七千年以前, 薩文達爾也時候,七千年以前,中國的新時期時代後期, 它已經有仿製品,有養蠶包包吐司做衣服,七千年以前。 所以蠶,在古代它也是一個很神的東西。 古代也有蠶繩,它把那個蠶包包用石頭雕出來, 用玉雕出來,作為一種裝飾品,作為一種拜祭的東西。 所以這個書法裡面,就是我們講的很有意思的, 就是它的稱呼叫蠶頭,蠶頭燕眉。 我們講歷書,它基本上,開始盛行的時候, 稱為叫,是從西漢開始,所以也稱為叫漢歷。 這個呢,就是。 這個呢,就是。